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代 我们也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去好好的发展我们自己 我自己来好特别的广 比如说我平时喜欢健身啊 逛街啊 看电影 平时也喜欢动手画画东西 比如说一有灵感我会马上进行创作 包括在家里面跟我两只狗狗玩耍 如果说是对我影响特别深的一个事情的话 是我在大学期间的时候有一个讲座 是德斯巴纳的设计师本人 两位设计师本人来我们学校进行讲座 然后到最后了他就说是希望说台下有学生 如果有作品的话就可以拿给他们 然后他们进行现场的制作 然后在很多学生设计师当中就唯独挑中我的两幅作品 然后用这两幅作品当中的其中一幅做出来创作之后 老师也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心里面也会坚定 说我毕业以后就一定要开始做自己的时装品牌 所以说这个事情是对我印象比较深的 再缘由的话就是我从小就特别爱丑美 特别喜欢穿好看的衣服 再加上我妈妈也是一个从事服装方面的一个缝纫师傅 所以从小而如目染 所以最后选时装设计我觉得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这两个架子上的就是我们今年一五年春夏的部分作品 这一季的名称叫做音律 风格首先是比较简洁大方的 这个也是我们品牌一直喜欢去运用的一个风格 包括也比较优雅比较中性 其实并不是说这几个风格是分开的 他们有的可能是说我在设计的时候 把两个风格或者说是怎么样把它给融合在一起 这样看起来我的设计会更有特点一些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刚刚所看到的 一五年春夏的一些手绘稿 因为我从小是学画画 所以我对于绘画是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特别喜欢用铅笔去进行我每一季作品的一个创作 这里平时就是我们工作室 样衣师傅也就是缝纫师傅他们工作的地方 平时呢就是他们要缝纫衣服啊 或者说缝纫样衣包括白皮的话 就在这一块的地方来工作 其实我们品牌也做过一些时装发布会 有一些是说跟杂志一起合伴 或者说杂志请我们来做 其实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发布 是我们跟哥本哈根皮草进行的一个合作 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们的时装周 包括工作人员会更加的专业 他们是尊重设计师的 虽然说我们品牌现在才 怎么说算是一个小品牌吧 但我希望说大家能够在更多的地方 能够看到我们品牌 然后也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品牌 希望我们品牌的设计 能够让大家耳目一心 然后眼前一亮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谢谢